美國總統拜登大鼻揮簽下行政命令 要解決全球半導體晶片短缺問題 拜登的這份行政命令 要針對四大關鍵產品展開為期100天的審查 包括半導體晶片 電動車 大容量電池 稀土礦物和藥品 而白宮也將設法分散 美國對特定產品供應鏈的依賴 拜登上任之後積極強調和盟國多邊合作 因應來自大陸的威脅 美國華爾街日報就指出 拜登政府打算和南韓 臺灣等盟友 組織一個高科技聯盟 合力進行研發 同時限制向中國大陸輸出半導體等 關鍵技術 為的就是要阻止中國大陸 躍升為科技龍頭 尤其是一場疫情加上德州暴選 導致全美鬧金片荒 美國華爾街日報也報導 白宮高級官員指出 拜登計劃組成半導體聯盟 向重歐洲主要晶片生產國 還有南韓和臺灣合作 阻止中國大陸獲得成為 全球領導者的技術 不過美國國會指定成立 針對人工智慧探討國家安全的諮詢委員會 日前提出報告示警 美國因為對臺灣晶片代工的依賴 將有可能失去半導體優勢風險 金融時報也指出 美國需要本土強認的半導體設計和製造基地 尤其是臺灣夾在美中之間 複雜政治問題也可能會影響半導體產業 金融時報也舉例前任總統川普 任內降低美國對外國製造晶片依賴 除了半導體 美國計劃根據不同的領域 籌組不同聯盟 為了鼓勵擔心得罪大陸的國家加入聯盟 可能不會公佈參與國 拜登政府也展開應對稀土供應風險產業鏈 稀土是生產手機電子產品和軍事裝備的重要礦物 而大陸目前是稀土供應大國 不過由於北京最近推出稀土監管法規 也調查外國企業對稀土的依賴情形 華府計劃和澳洲合作 提供稀土產能 想要擺脫對大陸依賴 美中新型態角力 醞釀開打 既有數專門綜合報導